獲勢錦賽第五名 力保亞洲一哥的地位 並在男子雙人賽事中 和盧永仁獲第九名 澳門花式單車的水準 在亞洲名列前茅 這個成績表裏面 有著黃恆昌和盧永仁的 努力的汗水 老實說每一場比賽 都應該是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這樣去體現到體育的精神 和將我們澳門運動員 最好的一面表演給 這麼多位觀眾去看 在不覺的將來 拿到一些更加好的 即是好像世界第五 第四 第三 第二 一步步地向前發展 他們去年在亞瑟雲 和瑞士世界錦標賽 他們拿的名字都算是理想的 因為他們很投入這兩個比賽 所以一定是做得很好的成績出來 我們亦都經過長時間的訓練 和他們磨練 這樣他們亦都可以達到 我們預期的目標 發飾單車是一項觀賞性很高的運動 雜美、力和平衡於一身 這與運動員腳下這部單車緊密相連 發飾單車和一般比賽的單車相似 但卻沒有煞車器 要急停的話 只需要停踩腳踏 而到後的話 也只需要向後踩就可以了 現時五花式單車的運動員大約有40人 大家除了是隊友之外 平時的訓練 亦都令大家成為了好的拍檔和好朋友 有任何問題都會幫我們解決 動作上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懂得做的話 他們都會幫我們 我們比賽第二屆雅塞 然後雙人都拿第四 很高興的 我們練習都會幫幫大家 如果我們不用練習 我們會讓出去玩玩 目前阿昌在大學主修機電工程 而阿昌就主修體育 兩個人的長期體育訓練 不單止沒有影響到他們的學業 反而更加激發到他們 在面對壓力的時候 努力和拼搏的精神 它取決於運動員本身 它對於自己的學業的要求 和時間的分配 對我自己來說就是 我訓練這麼辛苦 我堅持到 我溫習的時候 我都會堅持到 訓練過程 比賽過程 我們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壓力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學會了怎樣去面對壓力 到考試的時候 其實這種壓力 對於我們 都是很有幫助的 我覺得 在學校中 尤其是學到一些 關於心理方面的東西 以及一些 生物力學 或是一些 生物科學 對於自己的 比賽前的心理 應該什麼時候 應該多吃些什麼 比如在比賽前 可能會是 吃一些朱古力 提高熱量 如何放鬆心情 去投入比賽 不要令自己太緊張 有時在練習的時候 知道 譬如今天 本身自己的狀態 累不累 應該是練多少 用多少 做多少百分的東西 可能讀過力學 那些 對現在的練習 真的有幫助 他們說 雖然做運動員很辛苦 但就很值得 在這段時間 也開闊了自己的眼界 學到平時在學校 學不到的東西 在運動場 和學習上面 都同樣出色的他們 同時為自己的未來 定下了奮鬥的目標 希望可以再提高一點 因為始終覺得 還有空間 還可以再上一點 尤其是亞洲 希望可以有機會 再上一層 剩下兩至五年的時間 會留在這個項目 因為自己看過 前景可能又要顧及其他東西 我想也是 所以還是會在這幾年 盡力去接駁 是,我會繼續的 就算可能我… 在一段時間之後 我的身體狀況不再適合做運動員 例如做教練、裁判 但可能到最後 我甚麼都做不到的時候 其實觀眾也都是 直接參與一個項目 而我們每一個運動員 每一個項目 也都很需要不同的觀眾的支持 他們兩個心目中都想說 在世界上拿回一個席位 問題就是看看時間去不去何 他們也希望能夠更上一層樓 因為現在他們世界排名第五 希望能夠上到去 在頒獎堂裡面 站在一個位置 不敢說一定拿金牌 我不敢說這句 只是能夠在頒獎堂 中國人能夠站在頒獎堂上面 我已經滿足了 你的愛 非曾經 要想像 你 你的愛 是 你的愛 你 你 這個是 我們 我